嗨,我是Ran 剛剛在網路上看到一個蠻有趣的文章 所以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在講12個可以存更多錢的技巧 一些秘訣啦 就是這些有錢人在用的方法 在我們頻道其實前面講過蠻多 如何賺更多錢啦 或是我如果又如3萬的話 我會怎麼理財呢 得到蠻多回想的 所以我想可能大家對這篇文章會有興趣吧 所以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12個方法有哪些 然後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自己個人的一些想法好了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叫做24 hour rule 什麼意思呢 他說有情人在買東西之前 會再想一天 在決定這個到底是不是一個必要的購買 這樣到底是想要還是真的需要 我蠻好奇這真的是 這怎麼樣知道有錢人是這樣做的 不過我感覺 這個是應該會蠻有用的 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買東西是一個情緒 是一個當下的衝動 那 我們家裡現在大家也都是生產過剩 然後也消費過多的一個狀況嘛 就是 很多東西買了 然後當下覺得很酷 很很有用 結果不用多久就堆在那個地方了 所以才會每過一段時間就要斷捨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可能蠻好的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細讀下來 我可能會開始嘗試吧 第二個呢叫做都用現金消費 他說這個有錢人啊 這個是傾向用現金升過信用卡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有道理 因為在 這還有一本書 再看他呢 找一下 這本 Dev Ramsey 講到的 這本 Dev Ramsey 的 The Total Money Makeover 裡面就有講到 做過一些統計 就是 你在用信用卡做消費的時候 其實是更 更無感的 所以更無感的就會花更多 那很多人呢 他看這個信用卡的帳單 他這個 Dev他看說 這些人被卡在壓的傳不過氣 通常是因為 一筆一筆的小消費累積起來 而不是說好像一次買了什麼 很奢侈的東西 那這個一筆一筆的 就是你用現金會比較感知的到 你就會比較去思考 你看 剛剛那個都有說要花24小時 對不對 那這信用卡可能想都不想就花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蠻有道理的 不過信用卡有一些便利性 有的時候有一些回饋啊什麼的 所以這怎麼去權衡呢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第三個就是 這個為每一個項目都設定一個預算 就是照著預算去花費 這個其實在很多的理財書記都會講到 什麼六個罐子理財 或者說像 那個有權衛想的不一樣 裡面是不是也講說 你要固定把 幾%花在生活 幾%花在你的事業 然後多少%是長期的這個投資 多少%呢是教育這樣子 那我在想 可能不見得是這個50 30 20 但是我覺得有這樣的計畫特別好 尤其是說如果你是月光族的 其實這個Tony Robbins的書裡面也講到 他說 如果你現在把你的薪水打9折 也就是說你從今天明天開始呢 你每個月只會領9成的薪水 其實呢 大多數的 應該是好像說全部的人啊 都是可以活下來的 那就很好玩啦 你平常說存不到錢 可是現在呢 如果幫你課個稅10% 你還是活得下來 代表什麼 代表說 你是可以照著這個自己的設計去安排生活 所以呢 你至少都應該幫自己呢 存可能10%的收入 或者說10到20%的自我投資 在這個可能上課啦 買書啦 或是這個買一些對自己健康有幫助的 不管是運動的課程啦 或者器材啦 或是一樣補充品啊什麼的 這些呢 這些消費呢 應該是先把它框出來的 這樣子如此一來啊 你才不會在其他這個 不需要 不必要的事物上面花太多的錢 所以我覺得 這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 只是這個比例呢 可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第四個呢 是有錢人呢 都會花錢買東西呢 去買那些會讓你賺更多錢的東西 我想這個是絕對必然的 有錢人比較專注在投資吧 這投資不見得是說什麼股票啦 或基金這種東西 而是說 這個東西你買了 會不會賺到更多的錢 如果會的話 你就要購買 像 像電腦 像 舉例來說好了 我現在在跟這個我的學生講 個人品牌 這個自媒體行銷的時候 有些同學呢 他的電腦或是手機的設備 並不是太好 並不是說要做到 用到很好設備還可以 可是有些他可能已經 已經很舊了 然後電腦已經 沒有辦法去處理一些影片的什麼了 這個時候我都會覺得說 如果你可以先把金錢 又先省下來 投資在 像這個iPhone 真的是為我帶來太多便利性了 好的手機 好的電腦 好的軟體 都能夠幫助我們去賺更多的錢 或是說像 舉例來說 如果你現在要開店 在一般的這個外面 你需要租店面 你每個月要付個三五萬 甚至十萬以上 這個你會覺得很合情合理對吧 但是如果你現在在網路上做生意 但是呢 卻可能有一些線上的服務 每個月要花三千五千一萬 你卻不願意花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就 就 呃 有些思維上的矛盾了 有些人知道說 他花錢是為了賺更多錢回來 那這邊他這邊 一個示意圖啦 我覺得他這邊有些示意圖蠻有意思的 這意思應該就是說 如果你買了一些 能夠讓你看起來形象更好的衣服的話呢 那可能也是屬於這個投資吧 所以他這邊講到的像是 這邊就講到 對啊 好的電腦 或是一個很可靠的車子 這些東西呢 都是好的投資 也會讓你賺更多的錢 或是說像 呃 舉例來說 呃 最近我們在看很多 對睡眠有幫助的器材 我朋友Raymond 他就買了一個 這個Chulipad 就是 讓你的 睡覺的時候呢 這個床墊的溫度呢 可以調整的 那這樣的投資呢 如果讓你 每天可以省下 一到兩小時的精力 也就是說 因為你更充足的睡眠嘛 所以你的精神更好了嘛 那麼 那你在投資 在工作上 你就會更專注 你就可以 呃 回來更多的錢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概念 第四個 第五個呢 他說 這個 呃 去投資一些服務 可以讓你省時間的 這個是Tim Ferriss 他最愛的事情啦 就是呢 去委任 去外包 其實很多時候像 呃 舉例來說 剪影片 做網站 這些事情 當然你要知道 你自己 你要有自己核心的策略 可是呢 一些 瑣碎的小事情呢 最好是可以外包 你 舉例來說 你的時間 我好像講太多 舉例來說 這四個字了 OK好 呃 像是說 你的時間 如果假設 一小時是值 呃 200美金 你在投入你的事業上面 呃 但是呢 你把這個時間來 花三個小時 剪影片 而這個影片呢 或許你一小時 可以找到 有人 一小時60美金 你就可以處理的話 那麼這個外包呢 就可以讓你 省下更多的時間 去專注在 你 重要的事情上面 更有 價值的事情上面 所以這個呢 也是 呃 容易 理解的概念 但是 實行上呢 你需要去 關注吧 好 第六個呢 是 這個 經驗 經驗是更好的 其實這個 在以前 看過科學研究了 他說 如果你要花錢啊 去買很貴的 東漆物品 呃 然後 這個VS 這個 很貴的 這個 應該不是很貴 應該說 一樣的價錢下 你去買 呃 實質的物品 跟去 呃 去買一個體驗 去買一個經驗的話呢 這個經驗跟體驗 能夠給你帶來快樂的程度呢 是會遠高過 物質的 而且呢 是會更長久的 很多時候我們有經驗啦 你有個 很喜歡的東西 你買了 或許 呃 前兩三天 一個禮拜 你會感覺到 哇 很開心很爽 可是呢 很快的東西 快樂的程度很快 避解很快 但是如果是去 呃 到一個很棒的地方旅遊 然後呢 去 跟你 呃 愛的人 或者說 呃自己一個人 也是很好 就是說 去體驗一下 去看看一些沒看過的景色 去體驗一些不一樣的文化 體驗不一樣的生活的節奏 這東西它會留下來非常非常久 很多時候我們現在去回想起來 過去一年兩年三年 去過的地方 去體驗過的事物 現在想起來都還是感受得到 當時的一些 一些體會啦 和當時的一些感受 感受感受 對 這個一個動詞一個名詞 嗯 好 所以呢 呃 這個在花錢的時候啊 優先去花在 取得更多的經驗上面 這個是有錢人更會做的事情 嗯 這個也是 我覺得也是很很 很可以認同 並且要提醒自己要去做的事情 第七個 Bills first Rest later 它這邊講的是說 這個 呃 有錢人啊 他會去優先的去 有一個規則 去 先支付這些固定的花費 呃 自動就把它付掉了 然後呢 後面的這個 東西才可以省下來 去 去花在這個 可能不是那麼重要事物上面 嗯 呃 我自己是覺得說 好像 我不是很 就當然因為 我們現在要跟有錢人學習嘛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有個道理 是在於說 如果你 每個月都 都 都先去買一些自己不必要的東西 就搞 導致重要的帳單付不出來 變成每個月的負債 那當然是不對的一個方式啦 對不對 那不過呢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比較更重要的應該是 這一個圖吧 就是這一個 呃 先預算制的 因為 我覺得優先支付給自己 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 所以 如果你 活到變成說 我一直付這個帳單 我就無法優先支付給自己的 或許我們要思考的是 是不是 我們生活的這些必要開銷 需要減低 我們才有可能去 投資在自己身上啊 這樣我們才有可能 學會更多的技能 或是更健康 然後有機會賺更多錢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們不如用這個 預算制來理解 知道我自己會這樣 這是我對第七點的看法 OK 因為他這邊有講 他說呢 這個很厲害的業務啊 他通常會讓你可以買很多東西 他應該講的是 不是很厲害的業務 應該是說 這個 大的折扣季啦 這個週年慶的時候 會讓你 哇 這個 一次買很多的東西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要去買這種 就瘋狂打折 為什麼雙十一的時候 最好呢 有一個購物清單 購物清單 你才不會去買的不必要的東西 我想這跟前面也都有呼應 第九個 投資在會讓自己更快樂 跟健康的事務上 這個我覺得超級重要 在我的之前那個影片 如果我預錄三萬 我會怎麼做 裡面呢 我也是 我自己在生活的哲學上是這樣的 就是如果會讓你更開心 更健康 更有效率的事務呢 我都會 優先去支付 因為呢 我相信你優先去支付這些錢 投資在上面的時候呢 你回到你身上的 不管是人生的 開心的程度 這種分數 或者是呢 你能夠 賺更多錢的這個能力呢 都會上升 所以呢 這個我覺得 會把它當做人生中 重要的幾個生活準則之一 他這邊講啦 百萬富翁們呢 都是 他這邊講是美金百萬 都是 努力工作 然後更努力的玩這樣子 他們不會把錢花在那種 對他們生活上沒有意義的事情 反而呢 就會去花在這個 會讓他更快樂的 更健康的事務上面 這個我們要提醒自己 第十點 他講到說 呃 這個 會去做一個叫做 不花錢的一日 一日不花錢活動 或者是這個不花錢週末 這個感覺 他說呢 嗯 你可以就是 呃 不花錢的一天 或是不花錢的週末 或者是 呃 這個一個月裡面找一天嗎 應該是這樣子吧 or months 呃 他那會說 別幾個月不花錢 我看一下 他說呢 你應該去 去設計 這某幾天 你是要去限制自己的 花費的 一段時間這樣子 那麼 呃 除非是很緊急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練習 很好的練習 有的時候 我們人給自己一個規則之後 然後社區照著規則 呃 照著這個規則去做 像有一點我們玩那種團康活動有沒有 說什麼 呃 一定那種限制住的材料去 做出一個橋 或是把氣球堆得多高什麼的 我覺得在那種 有限制的條件下去做的事情呢 可以激發出我們的潛力 然後也會讓我們有一些新的體會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蠻好 這個我要寫下來 然後呢 一起呢 找另外一半一起來試一下 找一天來試試看 看會什麼 會什麼感覺 試試看囉 第十一個 呃 這個就是存下你的零錢啦 零錢 我想這個應該蠻容易做到的吧 不然 難道零錢會亂花嗎 會 也不會丟掉啊 對不對 一定都是有一個桶子 然後回去一直拔這個錢 這我從小 從小就這麼做 這個是 這是很棒的 這也是很自然的吧 對不對 嗯 不然大家都怎麼做呢 第十二個 repair things before discarding them 就是說 在這個 丟掉東西之前試著去修 修 修補它 去修復它 其實我 我坦白講我看 很多身邊有錢的 朋友有錢的前輩齁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會這樣做欸 就是 呃 你會以為說 他很有錢了 所以他一定就是隨意花費 隨意再買一個 或是 就是 浪費這樣 可是我感覺 他們反而在這些小地方呢 是 就是剛剛講這個零錢 或是小的花費 或者是 呃 這種東西壞的時候呢 會 趕快想把它修好 而不是買新的 這上面呢 執行的更貫徹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感覺 可能就是因為他們這樣的 個性這樣的習慣 所以讓他們變成一個有錢人 所以 這個我覺得是我要 我要學習 因為有時候真的怕麻煩啦 幹嘛的 就會傾向趕快買個新的 但是 嗯 我覺得 這不僅是讓自己可以變得更有錢 也是 對這個 呃 對這個地球 對這個社會 也是 呃 多做一些事情吧 我想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所以 一起來 試試看吧 OK 所以以上就是我剛剛看的文章 所以很快錄這個 影片跟你分享了12個 呃 或許你可以從裡面挑幾個呢 開始從今天開始實行 因為記得 這個知識本身是沒有力量的 你要去做的才有力量 那我剛剛也挑了幾個東西 提醒自己 然後呢 打算開始來實行看看 那麼 如果你還有其他的這個 呃 存錢 或者變得更有錢的秘訣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交流一下 或者是說你對著這12個 存錢的 小技巧 有什麼看法 也在下面留言 那麼 今天就是這個簡短影片了 如果你還想看什麼其他的 影片的主題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